對 我就是把妹一軍 他們看我可愛 幽默 風趣 而且笑語如珠 而且看到我就有親切感 完全沒有防禦心 通通的上我的計程車了 參加我們國中同學會的時候 一進去 我馬上折返 以為是走錯路了 對 那看起來 然後全班只有 真的 因為基本上 大家都要當阿公了 對 我也是 看到我的時候每一個讚嘆 他說喂 你一定動醫美 還打魔尿算什麼 結果我這個全部都天然的 天然的最好了 對 英雄不提當年勇 但是當年英雄真的勇 來趙哥20人當歲的時候 多猛 應該這樣講 怎麼講 帥 真的有點過分 我應該是個性 太過分 詐騙集團已經夠多了 我們是個性使然 所以大部分女生喜歡我 是我的那個個性 霸氣 對不對 我們走在那個路上就屌 很屌 不在屌什麼 你說什麼 走到路上就屌 很屌 Kiss 氣勢 嚇一跳 嚇一跳 所以那女生會很多 女生比較柔弱的女生 就喜歡跟我們這種 看起來好像大哥樣子 這倒真的 年輕時候女生 男生這麼醜你也跟他在一起 旁邊是正妹 對 這很難講 都是這樣 男生不壞 女生不愛 對 所以那時候女朋友多 多到就是女朋友會防放我 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下了課之後 不要跟那麼多女生聊天 那也曾經因為這樣子 像放暑假的時候 我要去打工 很多那個女的顧客 會專門在櫃檯買單的時候 只找我買單 所以女朋友就站在外面門口 在看我 會不會跟人家女生 要什麼聯絡店 多聊天 還是什麼都有的 比較會對我就是 提防心比較重 所以就變成說 久了也就覺得 這種帥 我不是人長得怎麼樣 是個性的問題 就開了 我86 87 剛進電視台新聞部 一頭飄逸的長髮 真假 然後戴三個耳環 帥帥 帥的 我們不是娛樂圈 綜藝節目部 你這個很像一個名人 像什麼 大名人 我一講你那天說 對 沒錯 是 唐鳳 進到新聞部頭髮一甩 坐下來 其實馬上就會有人看到我 會 因為是相對保守的新聞部 不是節目部 然後這個造型進去的時候 每次就會有人 三不五時送一些茶點 我養的鬥魚會有人來幫我換水 我種的那個仙人掌魚 會有人來幫我教花 這麼多工具人對不對 而且可能有比較多人來教 所以仙人掌很快就教死掉了 然後就拿多水 對 每天早餐都有人送上 沒有每天 但是下午茶都會有人送 茶葉蛋 每次茶葉蛋兩顆 熱狗一頭 什麼東西 就很明顯的 對 我的造型應該 進辦公室沒幾天 主管就幫我安排好任務 把我指派另外一個 髮型也是台灣指標的 張亞晴 亞晴姐 半屏山 都是有造型的 那個半屏山 那個時候我剛開始當編輯 亞晴姐是天后 她是王牌主播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 幫她負責印稿子 送到主播台上給她去播報 亞晴姐的火力 大家應該都知道對不對 是 溝通也是很講求 效率跟指揭的事情 所以有的時候 播新聞集的時候 她就會直接批評跟指教 所以有一般剛剛編輯 都不太想要進主播台 去送稿子給她 我跟她送稿子的時候 那幾個月的時間 亞晴姐的心情確實是 和顏悅色 我覺得有 有用 有達到顏值調和的功效 因為我送出的不一樣 你今天有加什麼嗎 大家都覺得播報新聞 不就是按字幕機播嗎對不對 但字幕機會當機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UBI的稿子在身邊 那個稿子會不斷更新 像失火 傷亡的人數會增加 我們的工作就是那時候 我就硬了以後 趕快衝進去送給最新的 送稿子給她的時候 我就想 有一天如果是我當主播 桌上這麼多稿子 導播突然叫我插過哪個 我怎麼找得到 所以我做的一件事就是 每次送進去的時候 先 依偎在她的身邊 依偎 主播台下面 感覺 等著進廣告 或者是開始播新聞的時候 站起來 趕快把那稿子舊的全部抽掉 新的插進去正確的位置 好貼心 厲害 也是聰明做事情 後來 所以亞晴姐一直都很開心 自信的男人最帥 而且我當時跟別人搶妹的時候 對方只要身高超過170 我可以把這女的搶到不可 這個一定要的 今天是我們是不是開家庭舞會 男生一大堆 東西音響都裝好了 沒有妹 沒有女生 就早是到西門町到處去 搭訕 隨意搭訕 我就是把妹一軍 他們看我可愛 幽默 風趣 而且笑語如珠 而且看到我就有親切感 完全沒有防禦心 通通的上我的計程車了 一車一車的 往家庭舞會的地址去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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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他們覺得你很無害吧 對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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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在於 我講句不謙虛的話好不好 我還是男女皆吃大腳通吃 而且很多同性戀的好朋友 也很喜歡我 我也不跟他們為敵 也幫他們當好朋友 重點在於 真正最搶手的 最厲害的就是 講話很幽默 風趣 好笑 開心 太殘忍了 你不要那麼真心 不能跟憲哥 你這個叫好笑 一二軍 一二軍 這次奶油小聲 念醫學系 剛來台灣念醫學系 他靠內涵 中文不好 那時候怎麼辦 念醫學系 要解剖師體什麼東西 都很累 然後就這樣子就覺得說 忽然之間好像中文肯念一下 讓你在解剖的時候 我見青山多虎妹 虎妹 然後青山見我印如氏 百音深處有人家 為何你沒有到我家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你了解嗎 然後那時候你還記得什麼 寒假暑假是不是有什麼 活動什麼 救國團 活動的什麼 文學營 中文營 我很喜歡去的 因為醫學系去那邊 想告訴你 穩賺 穩賓 一大堆人就找你 而且你要配合他們 他們會配合你 尤其是中文系的女生 對 那如果你講說 樓輕似水 家情如夢 兩輕鬧事 久常識 旁邊就有女生會跟你說 你就算讓我感覺 那個感覺 你了解嗎 感覺是清末的 對 你是不是有綁那個 什麼年代還是怎麼樣 什麼年代還有銀絲作對 對 還要上臉下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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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